嗨大家好,这里是音乐就该好好听,我是主持人林尚德 如果常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会知道 我们频道里头介绍了非常多很有意思的歌词 那当然也会分析歌词的写法 那么很有意思的歌词里头也包含了不同的视角 怎么样来写歌词,然后有不同的故事 特别是如果是在华语世界比较少见到的歌词题材 或者是歌词的方向,我们是更加的有兴趣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话题 就是歌词里头的小三世界 那这个第三者呢 其实当然在感情的这个创作的题材里面 什么电影啊小说啊这个都写不完 但是在华语流行音乐里头 关于小三的歌词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我们在做唱片的时候 这个ANR都会希望把好的东西写给歌手 所以你纵使是知道真实的感情世界会有男生 女生抛弃男生 但是在我们的情歌里面 特别是台湾的情歌 你听不太到这样子的题材 因为这个女生女歌手很容易会停下来讨人厌 那这个算是一个隐性的规则 那同时也限制了歌词的各种的可能性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流行音乐是反映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工具的话 那从这点来看 其实我们的性别刻板印象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两首关于小三的歌曲呢 它都已经是2000年或者是1990年代的事情 那这点其实也值得各位乐迷 以及各位音乐从业人员来好好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两首歌 第一首歌就是孙淑妹演唱的秘密情人 必必精灵 第二首歌是这个由林一连演唱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歌曲 先来听这个秘密情人 如果您是KKBOX的听众 你就可以直接听到歌曲往下播 如果您不是使用KKBOX听本节目的呢 就请你跳出来听一下 我会把连结写在下方 方便大家去聆听 请听歌 好了这个非常凄美 这个气味十九 台语歌讲究的是气味 那这首秘密情人是在1995年发行 这个是孙淑妹的第一张专辑 那作词作曲都是张永强 那这里头的故事 它有没有明白的指称到它是第三者呢 所以我们这是讲证据的 我们不是自己听了觉得它是第三者 它就是第三者 我们这个法院讲的是证据 那我们就在歌词里头找一些蛛丝马迹 它第一句就破题了 如果要看到你就要等到三间的半面 就是我如果要看到你的话 其实都要等到三更半夜才能够看到你 那这边的证据还不够 那后面这个主歌的最后一句就写说 在你的心目中我算什么呢 是不能公开秘密的情人 所以由这一句出来之后 从此坐实了这一个 是一首小山歌的这个代表作 那这个我们要谈一下社会氛围 前面提到说为什么这些歌都是在1990年 2000年以前的作品了 那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对于小山 还有多一些些的体谅或无奈 那多半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还认为是 这个是男人坏 那这个女生也不愿意面对这样子的事情 才还多一些些的同情 但是到了这个时代 当代这个小山的出现 只剩下人人喊打这个性质 他再也没有别的可供玩味的身份出现 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于人性 人类的行为或者是身份 其实认知是越来越扁平化 所以这些歌在现在的国瑜乐坛 你就更别想听到 那现在谁敢 哪一个女歌手敢唱自己是小山 或者是唱为小山说句话呢 你一定会被人肉粗草 数位粗草 那这个肉熟被网友这个骂到死 所以这样子的歌曲操作 就会是一个失败的ANR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ANR跟歌词写作 跟时代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一首歌曲 在我们前面提到ANR 都要把好的东西留给歌手 但为什么要由孙淑妹来演唱这首歌 难道他们不知道 唱这样的歌会被讨厌吗 特别是会被女性听众 无条件的讨厌 无条件的不支持 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Facebook上面贴这首歌 然后讨论到这里头的一个歌词的情节 意外调出大神武雄老师 武雄老师是我们话语乐坛很重要的一位词人 特别他是台语国语双漆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身份 他有一个部落格叫做只会跳舞的熊 里头有他的非常多的歌词写作的故事 跟他的经验分享 非常值得一看 请大家去搜寻 武是武功的武 英雄的熊 只会跳舞的熊 这是他的部落格 那他就出来讲说 当时他在这张专辑 他有参与这个会议 他说大家有讨论到这个歌唱 给一个小女生唱好吗 但是最后的结论是 这首歌呢 由一个小女生来唱 反而是无害的 因为不会有任何听众会认为这是他的故事 所以反而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来欣赏这样子的人情世故 所以这一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也就是说这些音乐唱片从业人员 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各种工房 这个工房子很有意思 就是找一个小女生来唱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也让我对于这个 ANR跟艺人定位的想法 有多一层的认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台语歌 我们前面讲到台语歌 这个Key B一定要唱 唱起来要很好用力 如果这个歌唱起来不好用力 他就很难被传唱 我说的当然是传统认知的台语歌 所以你看他这个最后的地方 卡树爱你是几种罪 我又安爱你一生无效会 你看他这唱起来每个字都非常好用力 然后可以把这个声音都往丹田集中 这个是台语歌非常重要 你在写词跟曲的时候 他一定要结合的这么好 让他是好用力 一个没有办法用力的台语歌 是非常非常吃亏的 所以当然欢迎各位听众 再去检视一下这些台语歌 你喜欢这些台语歌 好唱的台语歌 红的台语歌 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性质 所以这个是孙淑妹演唱的 BB精灵 下一首歌为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林逸廉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那么这首歌的作词是丁小文老师 作曲跟编曲都是我们的传奇音乐人 陈志远老师 那么这首歌是发行在1990年 那是林逸廉他的从粤语 在香港已经很红了 然后跨足到台语歌坛的第一张专辑 那是有飞碟唱片发行 可以说是一炮而红了 那在当时在台湾就卖了60万张 吓死人 那当时港星会想要来台湾发片 应该是觉得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19801990那个年代 香港它可是这个所有华人最时尚 最时髦最自由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国语唱片的曲经 要不就是效法香港 那再不然就是效法日本 那当然受到香港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毕竟人种还是比较接近 所以林逸廉当时来台湾发展 你想想看60万这个数字是在香港怎么这样都不可能达到的数字 以这个人口这个比例来换算 所以获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 那么这首歌其实在丁小文老师 他在访谈中有提到说 其实他是他的一个朋友 一对 就一对 两个他的朋友的故事 那他提到这个其中一个人就是一直不断的 有第三者 然后其中一个一直原谅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首歌呢 他自己创作人并没有说这是一个主角是小三的故事 但是这个大家好听众们呢 就是纷纷把自己的处境给跳进去 他在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所以就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那为什么不回家呢 这里头就有很多的这个想象 我觉得歌词 尤其因为最重要就是让听众进入你的世界 所以他真正事实为何 我的创作者写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已经不重要 因为所有的人都跳入了这个的陷阱 对号入座 那当然在那个年代 这样的歌词其实是非常前卫的 就是从你想想看 我们的国歌诞 从桃花红 李花白 过渡到 一下就跳到 哇 这种禁忌的爱 哇 这吓死人 所以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当时光是歌名就非常非常的 我想应该是石破天惊 因为那时候我也还太小 我也不了解当时的盛况 那么回头来看 这里头的歌词写作 你会发现 他会用字比较重 那个年代喜欢这样的用字重量 你看 是我自己愿意承受 这样的输赢结果 依然无怨无悔 然后 从来我就不曾后悔 美丽的相约 何苦再去苦苦强求 苦苦追问 对吧 用字都是非常的重 那 那是当时的时代喜欢 那如果你现在的写法 写这些用字 大家就会觉得你太老 因为现在已经变得比较 虚无 然后 对于未来 大家没有那么多的肯定 就是不太肯定 所以对于关系也一样 大家不会去 描述这段关系 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未来 所以就何来苦苦强求 苦苦追问 因为我对我们的关系也 不这么确定 这是一个虚无的年代 自然歌词里头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肯定 跟这么重量的字眼出现 这个是歌词的时代性 好 那么就请大家来听听这首歌 林一连演唱的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这首歌是1990年代的 这个女性的思想 女性的想法的一个写照 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已经起来了 所以 女性开始有了 比较强烈的自主意识 那来自于她有了 比较强大的经济自主 所以 当时台湾你可以说是酒醉金迷 每个人充满了梦想 因为 觉得 明天都是充满了希望 是吧 明天会更好 那经济高张的时候 每个国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说在日本 泡沫经济的1980年代 也是这样子 所有的歌曲都是非常的华丽 那在美国再更早一点 也是1980年代初期 这个 New Wave 在最流行的时候 就现在讲Synth Pop 就合成器流行乐 Synth Pop 的那个年代也是 音乐都极其华丽 然后日本大概是80年代尾8到90年代 那个时候的音乐极其华丽 然后 台湾就是90年代 80年代尾90那时候 音乐非常的华丽 然后 非常的勇敢 那个时候 大家不怕花钱 也不怕赔钱 因为他不管怎么 我都赚的回来 然后股市也是一样 总之是整个社会 就充满了非常的激烈的 动荡的一个年代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讲 这个 时代背景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换到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日本 我前面讲到说 台湾的歌词的性别 歌本印象 其实是很 很重的 那你看在乐语歌里头 可以写很多不同的故事 陈奕迅有唱过 自己是偷情的人 然后这个 无人之境 然后他也有唱过 他自己是什么 一个计程车时机 在跟后座的人聊天的故事 然后也有写过 劳斯莱斯 我们讲过这个 黄卫文的劳斯莱斯 是写同志 那 而且是在歌词里头就写到 台湾的 就是这些同志的歌曲 就是意志同志的歌曲 大部分都是在MV里头处理 我们的歌词 不会这么明白的写到 这段关系是同志 也就是说对于 感情的描写呢 其实是很 这个叫什么 三重四 三重四德的 我们不会有太大的 这个 框架以外的描述 那我们要 今天要跟大家补充分享 我们来看看 日本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写女性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是中岛美雪 中岛美雪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人 那这个网上有一个传言叫做 一个人扬起半片 香港华语乐坛的女人 因为他的歌有六十几首歌都被翻唱过 包含任贤奇的伤心太平洋 然后 旷美云的 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范伟奇的这个最初的梦想 这个不声美举 实在是太多 那他的歌 但有很多的女性 很纤细的那一面 那我们可以举一下这个 他写坏女人 他写给中生明菜 1980年代写给中生明菜 演唱的恶女 来看一下他的歌词 写什么东西 他写说 播了通电话给马里子 应该是他的朋友 虽然他一直和我一起假装 和男人鬼混 就他也在和男人鬼混 我也在和男人鬼混 那个女孩也挺忙的 也不能老是陪着我 好 这边开始游戏了 哎呦 他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找他陪你 那我往下看 又不是周末 电影的午夜场 也拖不了多玩 我也不能够整天都待在酒店的大厅 然后等到让我回去你的房间 这边就开始描述出 这是一段 应该也是一段禁忌的爱 那打过去你那边呢 你就一直在童话中 好 这个 男生 这个男生依然是一个渣男的角色 好 但这个重点并不是在描述男生是渣男 他比较多的篇幅是用在描述 女人的心情 所以他副歌是写说 想要成为坏女人 就是这个主角想要跟自己说 我想要成为坏女人 然后不小心脱口而出 说请你不要走啊 想成为坏女人 可是呢 我却光着脚在清晨的电车里哭泣 眼泪滴滴答答的流下 这个也是描述的很好 就是 等于他一整个晚上都在外面混 是吧 就是等着一个人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 他又不接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又没有车回去 因为最最终班的电车没了 所以就只好在第一班电车上面哭 这是写的非常的有画面感 然后他又写说 我希望你早一点厌倦我 然后回到你藏起来的那个女孩子身边 我想要找一些把你交过去 我想要成为坏女人 那这个东西我们也有前面有讲到 通常还会讲说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没有办法变成那样的人 所以才会我想要 是吧 所以你如果看到歌词里面会有什么我想要自由 就是这个人不够自由 他才会讲我想要自由 所以我想要成为坏女人 自然是他没有办法成为坏女人 那么在国语歌词有没有人唱自己是坏女孩呢 其实也是非常少 我知道这个梅艳房只有唱坏女孩 但是国语的就很难听到这样子 我们还是好像比较三重四德一些啦 那么另外一首歌呢叫做口红 也是中岛美学的 那这首是容易受伤的女人 国语版 那里头是用口红来当作一个切入的角度 你想想看口红它会涂在嘴唇上 然后嘴唇嘴巴还会做什么 还会说话 所以他透过说我每擦一次口红 我就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会说话 这个角度来写他越来越事故 然后他写说我现在已经很会陪笑了 就算对方不是我的男人也一样 每擦一次口红就知道自己够虚假 这个你看这里头的这个女人的性格 是不是比国语歌要来的丰厚多了呢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担心歌手唱了一个不好的角色 我们会讨厌他 其实我们身为听众更希望听到这不同的人生样貌 所以我想我们在音乐制作或者是ANR或者是歌词写作上 都应该要更大胆更勇敢一些 那当然听众能不能接受 这个我也可以告诉你 这听众绝对不能接受 因为我们还真的还是太过于保守 很容易会把作品 就是歌手演唱出来 我认为这个是作品 太容易会指涉到觉得是歌手本人 所以这是一个对于美的鉴赏比较薄弱的想法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你在看演员演出的时候 但拉伯迪利诺你总是看他都会演一个这种大哥的氛围 不然就演流氓 但是他也不代表他只能演流氓 其实如果一个演员能够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大家都是比较赞许的 我们就举这个梅丽斯·翠普或者是塔姆汉克 他们也各种角色 大家觉得他就变成那个角色了 可是我们在音乐上却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觉得说 你为什么上一首歌唱的是恶女 然后你这首歌突然间唱深情款款 在讲你的初恋 这我完全不能接受 会觉得是感情错乱 我认为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ANR当然是 就是近代唱片体系里面 很重要的核心思想 但我认为ANR同时也是 强害音乐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他让音乐都站在了歌手的后面 那在ANR还没有这么盛行的时候 所有的歌手是要去演绎歌曲的 所以你看在80年代以前 会有很多的歌曲是同一首歌 然后很多个歌手演唱 那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 因为大家想要听歌 想要听不同的优秀的嗓子 来演绎不同的好的歌 那到后来就变成是这个歌 只能够为了我而写 所以歌词我们都要写得很贴近 很就像是这一个人一样 那其实会很无聊 因为你个人的人生经验 能有多丰富呢 那每天都一直写你 到最后就变成肚脊眼歌词 就是写来写去就是那样 不然我要写什么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歌手 能够演绎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人生体会 那这是我身为听众的一点 这个小小的心愿 但是不太容易得到在这个时代 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些老歌 来抚慰我内心深处 对于歌手的这个想望 这个在最后跟大家 拉里拉闸讲了一些 希望大家能够 以后在听歌的时候 如果有不同的题材的歌曲 也可以介绍给我听 那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 这个下方留言处 那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